我們要講到賴清德 當然我知道現在可能很多朋友 不喜歡賴清德 我看到賴清德我就不想看 但我跟你講跟剛剛那個韓總 這個四壯士的照片一樣 我們要看細節 這個新聞我推薦你 太有意思了 要看細節 你就懂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才不會被現在的很多 大內宣 大外宣騙掉 今天有沒有看到心頭殼 有沒有 不甩中國 美媒報 賀錦麗典禮上主動迎接賴清德 美國副總統 在宏都拉斯新總統的就職典禮上 主動去迎接我們台灣的副總統 天啊 你知道 那種對等感就出來了 有沒有 台獨感就出來了 台灣的珍貴感就出來了 所以大家很嗨 但是我們看看其他媒體怎麼報導 當然這是他們同場參加 宏都拉斯的新總統就職典禮 那麼賴 根據賀錦麗的說法 他在就職典禮之後 回答媒體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賴清德向他走過來 來介紹自己賴清德走過來 因為當然美國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同場的貴賓進場之後 賀錦麗是壓軸 他是最後出場的 那是不是壓軸出場 他就直接去走向賴清德呢 是這種可能性嗎 那位置其實都是事前排好的 所以當然心頭殼這樣的操作 我們也不意外 就把他做成賀錦麗主動迎接賴清德 所以我就講要看這個細節比較有趣 那另外兩個人寒暄互動 這個過程多長30秒 就是30秒 還有的媒體說2 30秒 大概就是這個沒有超過30秒 談什麼呢 談區域的共同利益 談中美洲移民的一些政策等等 一講到政策我就想到那種 什麼7頁8頁 A4的那種紙張你知道30秒30秒 好像自我介紹都差不多是不是 所以這個細節我覺得很有意思 今天你看到很多媒體的一些報道等等 你要看到這個細節 你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對台灣來講當然是個好消息 當然這次他在美國過境 感覺上規格也很高 就是一個總統級的過境 當然這個賴清德也很有分寸 他言必稱總統 很榮幸擔任這個總統的特使等等 整個新聞 賀錦麗跟賴清德 在這個意外的場合當中 當然這個應該也是一種 某種安排跟默契 雖然白宮之前講說沒有這個計畫 但是兩個人還是同框了 這個操作一點不意外嗎 你記不記得過去馬英九也這樣 陳水扁也這樣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站到某個人的旁邊 咔嚓照一張照片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務 這個新聞在外媒當中 其實只有三家報導 就是日經 路透跟彭博 就這三家報導 而路透的報導當中 還帶了一點點負面的一些東西 台美復原首罕見同框互動 勢必會激怒中國 會加劇北京跟華府的緊張關係 好 細節來了 我先問一下賴老師你怎麼看 第一個時間30秒 30秒要介紹自己 然後還要談一些政策 那談什麼政策呢 我們都要談兩岸 兩岸現在這麼緊張 談什麼呢 談中美洲的一些移民政策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這個機會多難得 是不是 是不是主要Q到我們台灣的名字 Q到China的這個名字 是不是 那30秒你選擇談這個 第二請問一下30秒 30秒怎麼談我問你 我大膽的推測 因為我把這些相關的訊息 都仔細的看了跟思考了一遍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仔細的一個安排 這個整個橋段都是台美設計好了 那現在的情況是美國 他要拉住宏都拉斯 但是要台灣買單 坦白說我現在很憂慮 台灣這次不知道花多少億 幾十個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給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現在的國債 大概欠了155億美元左右 那等於是佔他的整個政府 他已經佔60% 所以他的債務非常的高 這個政府是快破產 可是現在選出來的是左派政府 左派社會主義的 美國擔心這個左派政府 往這個大陸那邊移動 因為他是在中美洲 他擔心他往那邊移動 所以他希望這個左派政府 不要往大陸那邊移動 要把他留下來 那怎麼留下來呢 因為你一個國家越窮 載台越高足 然後貧富差距越大 那你的民眾苦 底層民眾就往美國地方跑 那也就是非法移民就很多 宏都拉斯也是非法移民 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一次 我為什麼會說這一次是 美台設計好的一個橋段 這個橋段絕對是設計好 我相信大陸可能 沒有多久就會看破了 就會看通了 為什麼說我說 大陸沒有多久就會看通 因為賀錦麗跟這個賴清德 他們發展出所謂的巧遇 那當然對美方的說法是賴清德走過來 對 然後主動的跟他自我介紹 但是賀錦麗跟他的回答的提問 是跟他談到他的有個叫做那個 就是他的根本原因或是根本法案 那這個根本原因的法案是當時拜登他在推 讓中美洲的這一些人不要到美國去 那麼就留在他們的國家 留在他們的國家 所以要在他們的國家內 要幫他們解決他們的這些基礎建設 還有他們的發展 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此我注意到這一次賀錦麗 後來在跟宏都拉斯的總統 因為這位總統他是左派的 在強調他在選前要求要跟台灣斷交 要跟大陸建交 但是在他們兩位的談話中 有談到台灣了 他們在兩位的談話裡面就談到 怎麼解決宏都拉斯的貧困的問題 怎麼解決宏都拉斯的債務問題 怎麼解決宏都拉斯的 目前急需要的這一些社會補助 這些救濟 也就是上百億美元的這些錢 他就提到說台灣可以幫忙 也就是說當他們兩位 也就是美國的副總統 跟宏都拉斯的總統 談到最後的解決宏都拉斯的問題 是台灣可以幫忙 所以我覺得在那二三十秒內 我本來沒有判斷出來 因為我一直在看太怪了 結果我覺得是賀錦麗 在那三十秒內跟賴清德 就是之前就已經講好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故意把這個訊息丟給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怎麼會知道 美國的這個拉丁美洲的 尤其是我們講的加勒比海的 這些所謂的根本法案 因為你根本法案移民問題 台灣怎麼會去關心 你中美洲非法移民跑到美國去 所以這又是一個跟立陶宛2.0 就是說美國開支票 叫台灣來付帳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個人覺得再沒有多久 可能明天或是後天 大陸那邊就判斷出來了 他們可能對美國就開始 中美的關係會在緊張 然後台美這兩岸的關係的軍事 我覺得會再拉高 也就是解放軍在這個部分裡面 會有更多的一個反應 我估計了 對 所以這個情況 以目前美 因為美國一直在演 因為很明顯的是美國在演 美國在演說它是被動的 是賴清德主動去找它 然後就談兩二三十秒 然後沒有談到什麼 只談到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的問題 美國很關心 然後就這樣子 好像在演一場戲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演這麼一場戲 台灣的代價就是幾十個億美元 我估計了 那當然這要看未來 明年再編這個外交預算的時候 立陶宛都還沒有邦交了 就已經這個三百多億了 所以這邊會有多少不曉得 但我說看細節 陽明這個陽明也很懂得細節 第一個呢 當然偉漢也觀察到 這個賴清德務實台獨工作者 帶著這個中華民國國旗的 這個兄章去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當中 他妥協了嗎 還是說他認同了嗎 還是說跟蔡英文一樣 正在沒收中華民國中 那另外一個 除了他跟賀錦麗的互動之外 當然跟這個宏都拉斯總統 卡斯楚之間的互動也很重要 那卡斯楚呢 她是宏都拉斯第一位女總統 我們蔡英文是台灣的 第一位女總統 但是卡斯楚呢 競選的過程當中明白表示嘛 當選之後要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建交 所以這次呢 就賴清德去呢 當然應該是喬好了 藉由這個美國的協助 我們喬好了 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會面呢 也安排好了 但這個會面呢 怎麼看怎麼怪 為什麼呢 他抵達宏都拉斯之後呢 賴清德做東喔 就先請這個副總統們吃飯啊等等 還有什麼防疫距離啊 菜色啊都給你 就吃到一半的時候呢 突然就卡斯楚要約碰面 然後呢 賴清德身為主人 就只好離席 他的飯店呢離我們看到 這個官邸也很近 大概這10分鐘就過去 過去以後跟卡斯楚見面 然後呢兩個人是站著談話 談了7分鐘喔 那我就不太懂喔 我們邦交國見面 所以你這種巧遇 當然就站著巧遇一下嘛 但是如果是邦交國見面 那我們特別專程過去跟他祝賀 如果剛剛像賴老師講的 其實中間達成了很多默契 能夠給他協助的話 坐下來談都不行喔 第二個一定要這麼零食 主人吃飯吃到一半 把你cue出去喔 其實後來有補一個 所謂的雙邊會談 有坐下來 只是他們這個 外交部的說法是這樣 他們說當時本來是安排 在就職典禮前 進行兩國的雙邊會談 然後說呢 因為洪杜拉斯的 這個新任總統 有很多內政問題要處理 所以他們那時候說 有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他說這個 洪杜拉斯的新總統 還抽出短暫的時間 跟我們先會面 然後呢等到就職典禮之後 又正式通知 進行了雙邊會談 所以在 就是在跟這個賀錦麗的 跟童框的這個典禮之後 有坐下來會談的 對這些細節 大家可以理解 確實很忙 但是不管怎樣 大家聽到我們的副總統 到洪杜拉斯 是跟人家站著談七分鐘 兩個反應啦 第一個喔 第二個 蛤 感覺上就不太符合外交禮儀嘛 其實簡單講啦 罕假還沒談定 喔 所以先罰站嗎 其實包括座位的安排 我舉個 外交不會有意外 在外交的場域是結果論 所以你能見到誰 你見不到誰 你的座位怎麼安排 賴清德 注意看賴清德的座位 是在賀錦麗的旁邊啊 那誰能夠影響 洪杜拉斯的官方 如何安排座位 這就是外交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結果論 這一次外交部 絕對花了很大的力氣 因為讓賴清德有機會 可以自然互動 這個叫自然互動 這個不叫會晤 這樣的機會 關鍵就在於說 賀錦麗必須要在 它的動線要跟你能夠互動 所以其實這樣子 對賴清德全部都是加分 可是關鍵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外交的場域的 關鍵是我們要付出什麼代價 簡單講我認為這一次 洪杜拉斯應該是 在最後關頭我們什麼都同意了 他們開出的條件 我們應該都OK OK OK 好 所以你座位 也會放在賀錦麗旁邊 我們典禮結束 我們來進行雙邊會談 我覺得這個後面有一段 一定有一段很努力 很辛苦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這是 我跟你講外交是戰場 只是他們用的 不是用這個槍啊 用飛機大炮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臉書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洪杜拉斯 之前這個臉書怎麼貼的 來導播秀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30分鐘之後 馬上就把它改掉了嘛 本來大家是不是 這個綠營又嗨起來 導播卡住出不來 就是本來有個感謝的這個照點 真的卡住啊 本來寫的是什麼 Republic of Taiwan 對不對 台灣共和國啊 哇 在我們的邦交國當中出來了 有沒有 本來寫的Republic of Taiwan 這是 然後30分鐘之後馬上就改嘛 China 括號台灣 我第一說這個是 這應該不會吧 這總統的臉書嘛 這是不小心還是故意啊 如果故意的話 這個你覺得這樣價碼要多少 我認為賴清德希望是前面這個啊 對 當然啊 當然啊 但是 沒錯啊 所以我就說 好嘛 那這也是巧遇嘛 這也是故意嘛 那你覺得這個價碼要多少 我們光是那個台灣nees的價碼 就幾百億啊 那這個應該很值錢不是嗎 值錢啊 當然值錢啊 但是這個會帶來一些後續要 因為你看這個馬上就被截圖嘛 對 對不對 已經留下歷史紀錄了 是啊 對 所以我說這些過程喔 其實不止一次了啦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 很多我們的邦交國 連我們的正式名稱都寫不出來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很網民的事情 對不對 如果他跟我們是邦交國 而且有這麼長 宏都拉斯不是我們第一年建交啊 所以他會把國家的名稱特別寫成這樣 某種程度喔 某種程度就像剛剛 薛邦姐講的就是因為他知道賴清德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某種程度我覺得他們是在告訴你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歡迎禮民兵嘛對不對 是好 但是不能這樣啊 在國際禮儀上你不能這樣玩 因為這樣會觸怒到這個所謂的 有些國際敏感的議題就會出現 但現在觸怒不就是民進黨工具箱裡面很好用的一個工具嗎 但是老實說如果今天這樣玩喔 如果這樣玩喔 對岸如果今天籌碼也拿出來玩 在我這樣講外交戰場比的是籌碼 不是比誰的武器多 是比誰的籌碼厚 但這個遊戲不是台灣在玩啦 是美國在玩嘛 美國也要玩啦 所以我相信喔為什麼跟賀錦麗在談這個中美洲的移民的問題 賀錦麗 因為你要知道賀錦麗在這個就職節典禮前喔 是跟宏杜拉斯總統盡情雙邊會談喔 會不會他們在裡面講有一些部分我們會請台灣來幫忙 對 所以這30秒啊 他講的這些他覺得怎麼可能30秒怎麼可能這樣談 所以他這個30秒不是跟賴清德談嘛 對不對 當然不是 而是說賴清德這個角色 我們會賦予他這樣的一個東西是這樣子嗎 對 所以這樣就解決了大家的疑問 那我call in 30秒自我介紹都講不完 30秒的意義不是在於那30秒 30秒的意義是在於台美副元首首次銅框 嗯嗯 是啊 是說他們要的就是這個相片就已經促成了 他不願意讓這個30秒就是銅框變得這麼膚淺嗎 是要給他一些政策上的含意嗎 請問你30秒可以講什麼政策嗎 是啊 沒錯啊 但是他可能跟你說 你們等一下會談會講到什麼 我們已經有稍微溝通了 哦 這樣OK啊 因為他對外總要有個說法 他總不能跟你說 我們就說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什麼就握握手機這樣子 30秒咻下去過了對不對 總要點放點嚴肅的議題 但是這個嚴肅的議題 一放大家就覺得不太對勁 值得觀察的是喔 我們大家還記不記得第一任 蔡英文總統第一任的時候 他特別強調他跟川普熱線 那拜登現在上任到了現在 請問有沒有熱線 這才是重點 下一步我相信這一次這個鋪陳 台美的副元首會面同框 下一步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 元首會面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外交的操作了 而這個操作很明顯了 賀錦麗因為她是在會後 特別安排記者 然後她來談她跟賴清德談了什麼 所以她是經過美國的英國的這些媒體 那麼正式的說他們賴清德主動 來跟她寒暄自我介紹 然後賀錦麗就跟她談 說有關於這個中美洲的 基本法案的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放出這個訊息 其實她也在告訴宏都拉斯 也就是說宏都拉斯今天你要解決你國內的問題 美國人出面了 所以你的就業的問題 婦女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基礎建設問題 這些需要上百億或是幾十億美元的這個錢 我美國人已經幫你搞定了 台灣付 所以人情是我美國人 但是台灣要買單 那我已經跟賴清德講了這件事了 所以賴清德也同意了 這也就是會後 這個宏都拉斯的新任總統 跟賴清德突然間把他找來談話 坦白說這是很不禮貌的事情 因為你賴清德現在正在吃飯 而且當主人 是賴清德正在請他的副總統吃飯 正在請他們吃飯吃了十分鐘 這個總統原本有約人吃飯 結果客人不來 不來的時候他剛好有空檔 就召喚賴清德來 那你一個中華民國總統的特使 也是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人民選出來的 而且是這麼的富有 我們的外匯存體又這麼的多 然後我們的科技能力又這麼的強 結果被一個中美洲的這個小國 宏都拉斯的一個總統 就這樣隨便把你召喚過來 打個比喻你就不覺得 這是一個小弟的概念嗎 就老大吃飯 打個愛叫那個小弟來一下 他羞辱你 然後呢 那個賴清德還要得罪 這兩位副總統 也就是說對不起啊 我們飯吃一半 吃十分鐘不要再吃了 那可不可以 然後這兩位副總統 當然說可以啊 他怎麼可能說不可以 因為他的老闆現在 也把他召喚過去了 所以呢這個賴清德停止宴客 然後呢趕過去那邊跟這個 卡司楚來會談 那卡司楚會談一定 所以這是一個賴清德非得接受嗎 賴清德不能夠 這個委婉拒絕或怎麼樣嗎 這個就是代表外交錯誤嘛 因為你外交人員要跟 因為你一定要跟卡司楚他們說 我們的副總統現在正在宴客 我們不可能在這個時間來 那連這個尊嚴都沒有 連這個尬詞都沒有 連這個氣魄都沒有 然後隨時被人家召喚 召喚過去以後 坦白說我認為卡司楚 就是要你買單了 所以賴清德後來才說 刷卡就來了對不對 對也就是說 我已經跟美國人談好了 這個錢你買 來來刷卡刷卡 對那也就是刷了 所以賴清德才說 我們會幫助 宏都拉斯的人民就業 婦女什麼的 他們的基本生活 我們會幫他們照顧好 我們會寫說 那是漂亮的外交話 但是實質上就是台灣出錢